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重量级项目。 它不仅耗资高达2.8亿新币, 还被誉为新加坡地铁网络中最复杂的改造工程之一。 没错,就是蔡挫岗与武吉、甘百站之间新增的NS3A地铁站。 这不仅是一个交通项目, 更是新加坡西部发展的关键拼图。 你可能会想建个地铁站至于花这么多钱。 好这么久吗? 其实,这可不是在空地上平地起楼, 而是在新加坡最繁忙, 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上动一次精密手术。 那么问题来了,既然两个站点之间已经有地铁了, 为什么还要多建一座车站? 这个看似简单的地铁加站工程, 背后到底藏着多少工程黑科技? 以及它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? 接着往下看,我们一起揭晓。 NS3A站的建设, 首先是新加坡城市规划中的一次精准补链。 大家都知道,登加、摊个。 作为新加坡最新的森林镇正在如火如荼的入火。 这个新站正好卡在了蔡挫岗, 和五级干柏之间较长的空白区, 就像是在长跑途中加了一个精准的补给点。 它的战略意义非常明确。 第一是为了服务登加新镇的居民, 让他们能直接接入地铁干线不用再转好几次车。 第二是为了激活周边向疾风, 白比林园这些成熟社区的潜力。 更重要的是周边的学府如, 公益教育西区学院的学生们, 以后下课就能直接进地铁站。 不用再顶着大太阳等巴士了。 这种通过交通基建带动的土地密集化开发, 不仅提升了居民的便利性, 更是在为整个西部社区注入。 新的经济活力和升值潜力。 很多朋友好奇, 为什么合约签了要到2034年才能启用? 这就要说到新加坡基建史上最复杂的。 改造手术了? NS3A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三个载。 运营中的高架轨道上增建的车站, 为了保证南北线每天数百万人的通勤不受影响, 工程队必须先建造一段新的高架桥, 把行驶中的列车临时分流出去, 才能安全地拆改旧设施。 更极致的是时间管理所有的重头系高风险工序, 都只能在凌晨地铁停运后的那短短, 黄金三小时内进行, 一旦延误第二天全岛的交通都会瘫痪。 这压力可想而知, 所以这八年的工期其实是在精雕细琢, 用时间换取绝对的安全和系统韧性, 确保我们在不经意间, 就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基建升级。 这次价值2.81亿的土木工程合约, 授予了日本的大领祖Obaiyashi。 大领祖在处理这种高难度, 地铁项目上有着极好的口碑, 这种强强联手是确保改造工程万无一失的基石。 虽然2.8亿看起来是个天文数字, 但这只是土木建设。 如果算上未来的基电系统集成, 总投资会更高。 这再次证明了新加坡在基建上预先投资。 长远获益的硬逻辑。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2024年就宣布了, 要等到2026年才开始大规模施工。 在正式动工前, 陆销局需要在五级八都陆这种繁忙干道下进行。 地雷清理, 就是把地底错综复杂的水电器管全部改到, 避开所有障碍。 这种精细化的预备工作, 是为了确保正式开工后不会, 出现意外断水断电或交通大瘫痪。 随着地铁站的落地, 周边的房价和商业配套大概率会迎来一波提振。 新加坡这种通过完善交通配套, 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模式。 虽然投资巨大, 工期漫长, 但它换来的是未来几十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。 当2034年NS3A站正式剪彩的那一天, 西部居民将会享受到这份激进红利。 如果你正考虑在西部置业, 或者你本身就是周边的老住户, 这个新站绝对是你未来十年的重要关注点。 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新加坡? 未来极限发展的设想或建议呢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, 打开小铃铛, 感谢观看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